為了三六里給你全範圍的好天氣 我們這幾天台灣的風向有點轉 東風水氣稍微減少一點點 未來這幾天大概南部的山區 還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後鎮雨 要留意的是關島附近 有一個熱愛性滴氣壓 很有可能會成為 今年第18號的颱風 泰利 機率是非常高的 成台之後很有可能會 順著高壓環流 建進到台灣請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目前的各個預測都是如此 各位可以看台灣天氣 大概受到高壓環流的影響 吹得偏東風 所以相對之下還是穩定的天氣 另外大家關心的就是這個地氣壓 地氣壓目前來看的話 它的確成為颱風的機率真的是滿高的 尤其它距離台灣2500公里左右 它預期如果生長之後 它會經過那麼長的陽面上 所以發展的條件相對來說的話是不錯 所以各位可以看現在的各種的預測 它預計大概禮拜天生成 然後接下來會順著高壓的環流 很有可能會在這個禮拜四禮拜五 各位可以看禮拜四禮拜五 就接近到台灣附近 目前有很多的預測 當然啦下禮拜四五左右的預測 現在沒有辦法預測說 到底南部東部北部 這個其實很難預測 但是其實因為為什麼 因為變動度實在太高了 通常超過三天的颱風 之後它的誤差至少兩三百公里以上 就是台灣頭到台灣尾的差距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提高警覺 下禮拜四五 如果你有各種的活動 一定要特別注意 甚至現在可以準備一些調整的準備 這個是從風險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如果不能容許任何的機率的變動 就要做準備了 所以這個下禮拜重點就是這個第18號的颱風 台灣天氣來說的話 各地的天氣大致上還算不錯 西半部山區偶有一些局部的增雨 我們看一下雨勢的分布就可以很清楚 大概就是預計都是靠山區 有些零星的陣雨發生 預計雨勢會慢慢的減緩當中 下禮拜四五就看這個颱風如何的影響了 所以禮拜六晚上的天氣 各地大致上還算是不錯的晴朗 不過雨勢來說的話 午後局部陣雨跟這個禮拜五的時候不大一樣 台北市反而下的不是很多 禮拜天早上的天氣 大致跟禮拜六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27到33度 各地天氣大致上是穩定的 北部還是有一些局部零星陣雨發生的機會 所以請大家留意了 下禮拜天氣有點變動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